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意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永远都不能越界与越界,这个世界某种关系就会轰然坍塌,人和人之间那微妙的关联瞬间毁灭。 奇葩说变首席瑞认为,人与人相处应该挑明自己的边界,因为别人没有理解我们的义务,所以我们只有把自己变得更好理解,让别人直观看到我们的态度,尊重我们的想法,彼此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距离,才会相处不厌。 我们生活中多数的烦恼都源于,愚人与人之间,边界感模糊。 如果我们对于越界的事总是默默忍耐,结果只会累了自己。 很多人认为建立边界感是一种排外,其实不然,当我们建立了清晰的边界感,不仅你会感到舒服,别人也会感到轻松。 以越界让人窒息,被越界是一种什么感受? 两个字,窒息。 说一个民国小故事,女作家萧红是鲁迅的粉丝,她逃难到上海的时候,鲁迅就给了她很多关心和帮助,这本是鲁迅的一片好意。 萧红却三天两头往鲁迅家里做客,倾诉心情,一呆就是大半天。 那时,鲁迅正承受晚年的病痛,非常需要夫人徐广平的照顾。 萧红的到来,让徐广平平。 偏了不少事,除了照顾鲁迅,还得分精力陪伴萧红。 萧红去赴约,徐广平还帮她打点。 穿着迟钝的萧红,在追忆鲁迅先生的文章中,毫不吝啬地赞美了徐广平。 她红着眼睛,故作坚强,细心地照顾着她,交电费,做饭,织毛衣,看孩子,去大卖厂买处理的生活用品,陪课,把重要的稿件都念给她听。 但徐广平的文章里却表示,并不欢迎萧红常来。 萧红心眼不坏,可对自己给别人造成的麻烦却浑然不知,这就是缺少边界感的典型表现。 俄罗斯作家邦达列夫曾说,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都源于缺乏边界感。 中国式的人情往来,喜欢含蓄地表达,很多时候,沉默就是拒绝。 如果我们缺少边界感,就很容易冒犯到别人。 而当我们被打扰时,如果不表态,久而久之,别人对占用我们的时间、精力、财力形成了依赖,这时不但自己憋屈,也助长了别人的坏习惯。 二,要有独立的空间。 情侣之间也是一样,很多人分手的原因不是不爱了,而是失去了独立的空间。 我大学的室友便是这样,他们是异地恋。 他们的恋爱约定是,只要在宿舍,就要打开视频通话,不管吃饭,写作业,刷剧,还是沉默发呆,打游戏,都得出现在视频中,让对方了解自己的一举一动。 他们常常会因为某天没有视频通话,而大吵大闹。 作为室友的,我也常常无奈误入他们的镜头,这使得我的宿舍生活并不自在。 去年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,猝不及防地分了,因为室友没有勇气跨进那样亲密无间的婚姻。 很多人认为,爱没有边界,不分你我,可以将心事毫无保留地敞开给对方,让对方走进自己人生空间的每一个角落。 但不是的,在亲密的两个人也有一个只允许自己踏足的私人领域。 在一档节目中,主持人李爱分享了自己的婚姻生活,说到自己跟先生结婚四年,一直分房睡,于是很多网友质疑夫妻俩感情出了问题。 但很意外,他们的感情非常好,分房睡是因为先生睡觉打呼噜,影响了他的睡眠。 而且,先生是他的经纪人,工作都腻外在一起,所以,有一个分开的自主的时间和空间去释放压力,去反思生活去。 冷静反而能够提升生活的质量。 樊登说,爱的最高境界是温柔,但有边界。 我的态度是温柔的,我的语气是尊重的。 我们知道,彼此是爱着对方的,但有些事不能做,就是不能做。 爱情是为了成全更好的我们,而不是让我们失去了自我。 无论什么关系,都应该保持合适的距离,相处不累,才能走得长久。 三越是熟的人,边界感越模糊。 我不知道,大家对于没有边界感的人是怎么看待的,是厌倦还是冷漠,又或者无关紧要。 我就非常讨厌我的叔叔阿姨来家里串门,不是我这人多么亲情淡薄, 而是他做的事情实在令我难以接受,每次来我家,都未经允许进我的房间翻箱倒柜。 看见什么衬心的东西,张口就要,小到母亲的化妆品,面膜,大到鞋子,衣服键盘。 有一次觉得我家水果好吃,于是全树装走,一次两次,我还可以忍耐四次,如此实在是令人心生厌恶。 父母碍于面子和关系,一直忍让,一次下班回家,看到他不脱外套,躺在我的床上,不由地说出了对他不满,结果换来一句亲戚里外的,哪来那么多讲究。 这种人本质不坏,但就是惹人厌恶,这便是人情社会的弊端,认为人情大于一切,为了一个好的关系,可以不在乎或者忍耐很多事情。 美国人类学家埃华德霍尔博士认为,人和人的关系有四种距离,由输到近,分别是公共距离,社交距离,个人距离和亲密距离。 那些惹,厌烦的人并非什么卑劣之徒,只不过是不注重人际间的分寸,触到了他人的边界。 许是时代的发展,社交便利的缘故,人与人之间越发没有距离感,且慢慢变成一种潮流。 偶尔碰上交往中注重距离和边界感的人,还要被扣上没有人情味的标签。 比如,一到过年回家,你的街坊亲戚也许会问你工资收入、结婚生子、买车买房等等问题,你找不到一个跟他们相干的理由,而他们却乐此不疲。 你若是不搭理父母,可能还会说上一句怎么越打越不懂事。 亲戚们也是关心你,冒犯者有理有据,被冒犯者反而变成不通人情,需要反省,这是哪门子的道理? 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同事,他刚进公司,原本我们就不怎么熟络。 那时我刚好升职,他上来先是祝贺,然后毫不避讳地问工资加了多少,这让我十分难为情。 我笑了笑,换了个话题。 后来相处的日子里,他没少问我隐私,以至于我在上班路上遇见他都会下意识躲开,可他却没有半分体察到我对这类问题的排斥。 没有边界感的人,相处起来真的很糟糕。 还有一类渴望交心的人,一味向别人倾诉,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。 虽说倾诉与聆听是交友的第一步,感知不同道不合,注定没法结缘。 如果我们是薄牙,对方却不是子妻,那么我们的倾诉与热情对别人来说就是入侵了他的私人领域,他不但不会对我们产生好感,还会默默地疏远我们。 乔治戴德在《自我边界》一书中提出,所谓边界,就是让你的事归你,我的事归我。 边界分明是一个人最好的教养。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,不要让人踩过你的边界,也不要越过别人的边界。 西方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心理距离效应,也称作刺猬效应,说是在寒冬里,两只刺猬相互取暖,一开始由于爱得太近,彼此的刺将对方刺伤,后来他们调整了适当的距离,才能够既互相取暖,又保护好对方。 边界感是对人尊重的结果。 情商源于理解和尊重。 人跟人之间相应的关系,有相应的距离,才能相处舒服。 就像刺猬效应一样,零距离市场灾难,离得太近,渐渐走散,唯有掌握好分寸,才能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